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到,我是大飞 最近ChatGPT的热度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也都很想了解一些ChatGPT背后的故事 所以前几天做了一期关于ChatGPT背后团队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正创造了ChatGPT的人 之前媒体的关注度可能都集中在ChatGPT的CEO Sam Altman身上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Altman只是在2019年才加入到OpenA 而且ChatGPT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型的产品 像这种产品,绝大多数的技术研究和实现的方向 都是由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也就是CTO来决策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ChatGPT背后真正的创造者 OpenA公司的CTO,Mira Moratti Mira Moratti于1988年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 他的父母应该是阿尔巴尼亚人 但是网上也有一些阿三说是印度裔 这个我们就不去深究了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Mira Moratti在达特茅斯学院 取得了机械工程的学系学位 这个达特茅斯学院相信不少人应该有听说过 他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世界顶尖学府 也是长青铜八大联盟中其中最低调的一个 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期节目介绍一下 Mira Moratti最早在高盛做过暑期分析师 然后在法国的航空航天公司Zodiac Aerospace 担任过高级概念工程师 但这两份工作时间都不长 他的人生转折应该是在2013年 这一年他加入了特斯拉,领导Model X的开发工作 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开始对人工智能感兴趣 当时特斯拉正在研发人工智能驾驶 辅助软件AutoPilot的早期版本 而且还在为工厂开发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这就使得Mira Moratti开始考虑AI在现实世界的其他应用方式 2016年他加入Leap Motion成为产品和工程副总裁 这家公司致力于开发软硬结合的VR系统 主要是用手势来代替键盘和鼠标 Mira Moratti希望让与计算机交互的体验能够像玩球一样直观 但是他很快也意识到 这项依赖于VR头盔的技术还为过早 因为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误差 也会让用户感到很恶心 所以Mira Moratti仔细思考了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得出的结论是 技术的巨大进步必须用来解决事业上最大的挑战 于是2018年Mira Moratti加入了OpenAI 担任了应用人工智能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副总裁 2019年OpenAI从非盈利组织转变为盈利组织后 Mira Moratti升为了OpenAI的产品和合作伙伴关系的高级副总裁 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职位 其实这恰恰奠定了OpenAI的成功 因为最早期的模型都是一些实验室的模型 最缺的不是数据也不是算力 而是人类的反馈 就是如何让模型更好地去符合人类的意图 所以OpenAI在这方面投了大量的精力 包括与各个数据标注公司的合作等等 当然这也导致了被人吐槽是血汗工厂 2022年的5月 他被任命为OpenAI的首席技术官 在他上任之后 OpenAI就发布了一系列最热门的明星级AI产品 比如DAOE2和ChatGPT 我认为这跟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他明确地表示过 希望公众来参与AI产品的测试 而不仅仅是放在实验室来学习 通过强化学习和人类反馈的调节机制 才能让大语言模型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跟CEO奥特曼相比 Marty在AIGC的方向上的思考 应该说是更加理性和实际的 他会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应该是一种能够服务于人类的工具 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工具 而且他不仅支持对AI进行监管 也不希望ChatGPT被过度的炒作 应该说Marty在OpenAI不仅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且也开启了人生事业的新篇章 最近Marty不仅上了新人节目The Daily Show 而且还得以跟AI界九夫盛名的李飞飞一同接受采访 媒体的关注度也在持续的升温 我也希望在他的领导下 这个GPT4以及后续的版本 能够再度让我们眼前的力量 将AHC的能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真正通过AI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后我问了一下ChatGPT对Marty的评价 看来AI也是会拍彩虹P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